报道称,一位参与谈判的欧洲高级官员表示,没有人希望被拖入改革进程,并从一个刚退出世卫组织的国家那里获得改革大纲。 报道提到,德国和法国卫生部向路透社证实,在美国宣布其退出世卫组织的意图之后,德法两国就反对由美国主导谈判。 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则表示,关于上述问题,意大利的立场与德法一致。 发言人还提到,改革文件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,美国方面宣称的情况似乎与德法的态度有所不同。 当被问及德法立场时,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,七国集团的所有成员国都明确支持世卫组织改革构想的实质内容。 不过,这位官员也表示,尽管如此,令人遗憾的是,德国和法国最终选择不加入支持这一路线图。 而英国方面,英国政府发言人拒绝对最新进展发表评论。 不过,发言人表示,英国支持世卫组织,并敦促对该机构进行改革,以确保其保持灵活性及积极的反应。